我妈妈跟爸爸是住宁的一个房子 有一个菲律宾人物人见过他 他说当爸爸去看医生 爸爸不知道怎么就迷路了 找不到医生的地方 我妈妈在里面等 才第一次发现他开始脑退发 现在我爸爸两岁大了 八十多岁了 我碰到他每一次都骂我 他现在还以为我是以前的小孩 只要几岁了 年队年书 重复又重复那些对白 没记得骂 但是也开心 起码他有精神骂你 我怎么回答 他说好 我明天回学校 劳力读书 他就以为我是个小孩子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